随着二十世纪末入尾声 新世纪的到来 全球经济战也日渐白热化 有些人视全球化为洪水猛兽 质疑他的效益 有些人却张备欢迎 911恐怖事件导致全球景气更加低迷 全球新经济可能发生的危机 再度被端上台面 这个纯齿相依的世界 能不能安然度过不景气 依旧屹立不摇 此外恐怖主义盛行 是否将为全球化的愿景 蒙上阴影 今天我们要探讨 全球新经济诞生的过程 这场长达百年的战争 真的是谁将掌控世界经济的走向 是政府还是市场 这是一场知识争霸战 争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可以真正造福人类 我们将看看漫长的政治斗争 如何将这些观念 伸直各国人民心中 资本主义革命是其中的一环 到了20世纪末 市场经济还有资本主义体系 就成了全球多数人 唯一的一种经济模式 这场经济革命 不仅决定了各国的贫富与命运 也将改写地球的前途 科技和政治的变革 是塑造全球新经济的动力 这一切都有赖于 观念上的革新才能够实现 今晚我们将为您报道 仍旧是各具山头的理念之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印度 大英帝国最耀眼的明珠 帝国主义的表征 关系重获自由 甘地是独立建国之父 他的经济理念是 让印度成为自给自足的社区 首任总理尼赫鲁 希望印度能工业化 兼具英式的国会民主 与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 五零年代的印度 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圣地 随便哪个经济学者 都是印度政府的经济顾问 他们的说法都是 一定要由国家主导 全力发展工业 国营部门必须要掌控日后所谓的经济制高点 所以钢铁 煤矿 机械工具 资本材 所有的重工业都是国营 没有一样是民营的 尼赫鲁认为科技是国家命脉所计 尼赫鲁是很理性的思想家 他希望藉由科技改善贫穷的问题 独立之初的印度 一名腐蚀皆是 尼赫鲁主政下的印度 计划经济成了一门科学 尼赫鲁大力网罗认同他的印度学者 推动计划经济 天才统计学家 马哈兰·洛比斯 就是其中一位 他是当时印度统计学院的院长 尼赫鲁请马氏思考 如何落实计划经济 聪明过人的他 成功地以一道数学公式 说明印度经济的全貌 舍YT为全国收入 CT为消费 KT为投资 开区间开区间 一加两打K倍打K B区间负一 这是投资于资本财制造业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K部门和代表消费财的C部门 大家都相信 这道完美的公式 适用于不尽完美的世界 马哈兰·洛比斯的模式 在当时被誉为 混合型经济计划数学模式的先驱 马氏也因此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印度成了新兴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在全球的开发中国家 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 政府管制 乃至国有制 全成了金科玉律 整个非洲大陆 人人都寄望社会主义 能带领他们脱离贫穷 南美各国的政府 莫不是国家管制为现代化的国二法门 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国家的兴盛繁荣 似乎指出了一条坦途 不到1950年 海耶克的市场经济论 已经乏人问津了 他想在美国的学术界 找份全职工作 结果只有一所大学愿意聘用他 芝加哥一直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个非主流的艺术 芝加哥在地理上偏居一语 减弱了他在经济学 乃至许多学术领域上的影响力 但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地位将日益重要 支大共有八位教授和十一位经济学者 荣获了诺贝尔奖 没有人会委婉地说话 大家对思想和辩论都信之勃勃 完全不在乎会不会惹恼对方 午餐时间的四角形俱乐部 向来以唇枪舌战闻名 有个人在这些论战中更是义父当官 芝加哥派的学者都认为政府越小越好 同时强调自由市场 认为这才是掌扣经济之道 弗里曼他很多时候都很难缠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这些卡因斯派的经济学者都这么认为 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和市场机制 似乎完全不在乎公平正义 自由派学者或许不喜欢芝加哥学派 海耶克却如鱼得水 爱极了酷似昔日维也纳的国际化氛围 我们的看法是市场的力量 就像自然界的力量一样 跟潮水风力没有两样 如果你是个无睹 最后受害的可能是你自己 要找出掌控生命的方法 驾驭这些力量为社会谋福利 遵循此道 才是正确的方法 然而在华府 一言九鼎的人物还是卡因斯 他死后19年还获选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五零年代 五零年代卡因斯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远弗界的 经济学者告诉制定政策的人说 经济表现不理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够 这不就是等于计划经济吗 华府的卡因斯派学者认为 经济不同于大自然的力量 而是一部繁复的机器 得由他们这样的技术官僚细心调整 整合卡因斯派学说精髓的 正是历届总统中家世学历最显赫的甘乃迪 领取耶鲁大学荣誉学位的这场演说 在甘乃迪眼中 卡因斯早已赢得论战 理念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了 什么是在专门在我们的决策则今天 是不是一些巨大战争的 一种旧的旧的旧 这会发生了国家的情感 但是是一个整体的管理 的一个国家的经济 什么我们需要 不是类似的广告 但是比较简单的 这些货席的货席 甘乃迪的经济顾问班子 根据普林斯的学说 为他没有做成讲法 我们觉得那真是个伟大的日子 甘乃迪决定在耶鲁发表那篇演说 谈他的经济政策 那场演讲显示 我们说服了甘乃迪 我们的总统对我们是 心悦臣服了 在日后所谓辉煌的三十年间 凯因斯学说发挥了莫大的效用 欧洲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 都出现高度成长 生活水准也渐渐提高了 人们过着二次大战结束时 想象不到的富裕生活 把耶克怀忧丧志地回到祖国奥地利 混合经济体制顺利成功 将较之下 他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他自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 当时社会主义盛行 他的理论一点都不流行 没有人听他怎么说 没有人听他的想法 他非常的孤单 海耶克发现 学术界对他的理论 必知唯恐不及 多数学者都不喜欢我 他们的敌意非常明显 到现在我还感觉得到 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 把我当成外人 他住在一座小镇 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但外在的世界 却开始转变了 他在经常光顾的餐馆里 浏览报纸 看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 双双飙升的报道 这种现象有个新的名称 停滞性通货膨胀 三十年的繁荣成长后 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基本上 经济开始走入了死胡同 通货膨胀的问题 似乎也是无解 整个经济遇振乏力 天真的凯因斯学说 遇上停滞性通膨就行不通了 有两件事会同时发生 这在凯因斯学派眼中 是绝不可能的 一方面经济停滞 失业率攀升 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 物价急速上涨 尼克森总统显然实现了 芝加哥学派的梦想 富利曼出任他的特别顾问 乔治疏资则掌管整个预算 来谈谈你刚提到的 短售物价指数 价格上扬最快的包括有木材 和其他的住宅建材 但总统没听他们的劝 反而试图以扩大之初来扭转局势 他甚至火上加油地宣称 我是凯因斯的信徒 尼克森这场宣誓震惊了保守派的支持者 有一位国会议员甚至写信给他说 总统先生 这下我得烧掉以前所有的讲稿了 尼克森回信说 我也是 尼克森认为这还不够 他带着经济顾问团到大卫营渡周末 顺便开会 拍迷节目主持人班恩石坦 当时是白宫新进的讲稿撰写人 他的父亲出席了那场会议 这是我父亲走进总统的木屋 去见尼克森总统 在他右后方的是乔治舒兹 我不是很确定 但应该不会太离谱 在当时的一场会议上 大家纷纷地指责政策不当 或许是谈物价和停滞性通统的问题 我不是很确定 钱尼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接下来的谈论 当民众认为食品价格上升 所以政治的谈论是 是否我们应该在食品价格上升 共和党出身 里当走保守路线的尼克森 竟然决定管制物价和薪资 尼克森一心希望能有所作为 如今回想起来 无为而至可能比较好 但他是宁可有所作为的人 当时我在场 我反对管制薪资 还有物价 稍作分析就很清楚了 也会让你陷入泥沼的 他的问题在于 他太容易为了政治利益 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选民支持总统向物诈宣战 尼克森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连任 经济却毫无起色 经济一下陷入了混乱 各行各业都血本无归 牧场主人不再把牲口卖到市场上 鸡农也把鸡淹死 他们不想办法控制通膨 却设法让市场供不应求 物价当然还是节节上涨 我最后一次在桃圆行办公室 见尼克森的时候 乔治 舒兹也在场 总统对我说 实施薪资和物价管制的蠢事 你可别怪在乔治身上 他指的是舒兹 我回答他说不 总统先生 我不怪乔治 我怪你 英国广为各国效仿的混合经济体制 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 同样陷入失业和通膨 双双飙升的死胡同 保守党的习司首相和内阁 固然相信自由市场理论 实务上却和尼克森一样 来个大逆转 只是薪资和物价管制 借此对抗停滞性通货膨胀 当时我在习司手下担任次长 我记得我得跟三四个部长一起开会 决定下个星期 水电工修水龙头可以收多少钱 计程车的车资该是多少 理发师呢 又该领多少薪水 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最后一定是行不通的 完全失败了 煤矿工人罢工 加上石油危机 让英国陷入了黑暗 选民纷纷指责习司 并且用选票让保守党下台 一停电生意就停摆 机器全部都不能动了 我该怎么办呢 下台的官员中 有位部长级人物 基斯·约瑟夫 他作为学者或许过于清高 但他寻求解答的努力 却改变了英国甚至全世界 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看法 基斯非常自责 他垂胸顿足地说 我们真该死 我们错了 他真的垂他的胸膛 大家都叫他封和尚 我也保守党员自居 却自始至终都偏好 专爱通往乌托邦的捷径 我喜欢有所作为的政府 因为我希望事情 能够很快把它做好 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额头的青筋不断地抽动 观众都说 这家伙好怪 不过率先反省 保守党政策的人呢 却是他 基斯·约瑟夫的追寻之旅 使他来到这儿 在海耶克的鼓励下 一群志趣相投的人 成立了一个智库 成为经济事务研究院 研究院创立于1957年 可说是朝圣山会议的直接产物 是海耶克往农业之路 自由与产业竞争理论的产物 怀着教徒般的狂热 约瑟夫开始大力宣扬 自由市场的优点 他写了一系列小册子 干冒学姐的大不会 攻击混合经济体制 为资本主义辩解 马克甘特曾为约瑟夫作传 1974年中起 约瑟夫便主动出击 力图改变英国人的思考模式 他设法要指导黄龙 他也认为各大学 都中了社会主义的毒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 有着自由的社会 他指导龙潭虎穴 宣扬的理论是许多人 闻所未闻的 约瑟夫认为自己责无庞贷 必须代表自由市场提出反击 约瑟夫大力鼓吹 英国的经济要复苏 就得冒更多风险 要让更多人破产或发大财 不再凡事讲求平等 观众默不倒抽一口气 他们没听过有人敢这样 也公然挑战当时的险学 温和的通货膨胀 似乎是维持全面就义的良方 它会刺激成长 扩大社会福利的层面 结果是 铁木外的已开发国家中 我们最接近社会主义的路线 他总是得从后门投溜进去 他真的很难过 因为学生回应他真知灼见的方式 竟是朝他扔面粉 那几乎就是他的勋章了 每次从这类集会脱身之后 他的西装上总是滴着蛋黄 基斯约瑟夫最重要的信徒 是保守党的后起之秀 玛格丽特·柴切尔 柴切尔的国会和政坛好友都赞成 约瑟夫对他的影响十分深远 他总是仰赞他 提供深入的知识性咨询 凡是凭直觉并没有错 直觉是理性思考瞬间的表现 呃 约瑟夫赞同并强化他的直觉 他在当时的确需要这样的支持 凯奇尔直觉大胆拥抱市场经济 就读牛经时他便读过海耶克的《往奴役之路》 这本书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年后他成为保守党守卫女性党魁后 有次便把海耶克的名著重重摔在桌上说 我们信的就是这个 柴切尔的办公室问他说柴切尔能不能来拜访他 于是他就来了 柴切尔很不自在 不发一语的坐在他面前 全神贯注聆听大师的教诲 到了1974年 海耶克察觉到市局的走向 与他的理论日渐吻合 从知识理念运动的角度来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 首次看见他走上正确的方向 1974年是这场理念之争的转利点 海耶克霍班 诺贝尔甲虽然令人大感意外 但他也确实逐渐取代了凯因斯的地位 我得这么说 我年轻的时候 1974年是这场理念之争的转利点 海耶克霍班 诺贝尔甲虽然令人大感意外 但他也确实逐渐取代了凯因斯的地位 我得这么说 我年轻的时候 老头才相信自有市场体制 我中年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这一套 连我都几乎放弃了 我很高兴自己活得够久 可以再次看到年轻人相信这套理论 这样的转变非常的重要 美国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紧急衰退 工业发展趋缓 失业率上升 赎罪日战争后 阿拉伯宣布实施石油禁运 美国人在加油站前大排长龙 每样东西的价格都节节上涨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者向来主张 政府严格管制 只会导致物价上涨 使通膨更加恶化 现在越来越多人质疑 自由竞争是否有助于 挣脱令人窒息的通膨 管制航空业的结果是什么 管制货运业的结果是什么 管制铁路业又会什么结果 通常就是价格上扬 它不但没能提供竞争的环境 反而压抑了竞争 航空业仍受限于大萧条期间 制定的种种法规 这是抢行管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 但取消管制已是时事所需 史蒂芬布莱尔 现任最高法院法官 当时执教于哈佛 他应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 泰德·甘乃迪之邀 主持航空管制咨询委员会 我们发现 1938年已经营运的业者 当时都还在 他们是主要业者 没有新业者加入 听证会开始 民航局官员应邀出席作证 结果他们发现 有5%的时间 是花在纠举票价过高的业者 95%的时间 是用来纠举票价太低的业者 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维持高票价 业界的老大 当然很喜欢这样的安排 我们问官员 最近一次 何者新航线是什么时候 史诗管制意味 泛美这类大型航空业者 不需要和新进业者竞争 废除航空业管制措施的是 歌剧 吉伯特与苏利文的剧迷 只不过扮演大胡子诗人的 竟是康乃尔大学教授 弗瑞德·康恩 康恩希望减少管制 达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业者可以自由追逐利润 不会被政府的管制 压得动弹不得 民主党籍的总统卡特 任命康恩担任民航局长 康恩研究政府的管制措施已有多年时间 如今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 我刚进民航局的时候 手下最大的一个部门是执法部 联邦调查局的干员 会不定时的过来 找出私下给折扣的个案 然后开单罚钱 我们得处分相关业者 当时价格竞争是违法的 等于说给旅行社不同的折扣就算违法 旅行社的佣金多寡 由民航局来管辖 国际线的机票没有折扣 业者就比谁的餐饮比较丰富 我们连三明治的大小 都有一套规定 康恩完成改革后 民航局就没事干 只得关门大吉 竞争就是金科玉律 竞争让消费者享有 前所未有的优质服务 航空业解禁后 市场经历了混乱的阵痛期 新的业者不断崛起消失 朱蒂斯 汉明尔和父亲一样 都服务于航空业 贾父是布雷尼夫航空的 喷射机维修师 59岁那年 他发现自己的技术 没有用武之地了 布雷尼夫受限于雇用法规 再度营运后 他也回去工作 但是这令原来一半的薪水 如果你一直照着规矩过日子 一旦规矩变了 就会很惨 但二十年后 航空业雇佣的员工是原来的两倍 运送的旅客也高达原来的三倍 航空业大大低估了市场上对低票价的需求 所以一旦价格下降 需求便大幅上升 一开放竞争 市面上立刻出现超值优惠票 超级特惠票 马铃薯票 花生米票 折扣站打得火热 让人眼花着乱 美国经济全面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而这些观念也即将输入到 吉伯特与苏利文的故乡 百分之五对谁都没有坏处吧 你觉得罢工一定有效 没错 英国人称他怨声载道之中 每个人似乎都在罢工 我觉得这和社会主义老共工会 到处煽动的罢工一样妄琐 清洁队员罢工去了 救护车也罢工了 万一你死了 也找不到人挖坟墓 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 英国人选出了新的保守党政府 领导人正是马格丽特还契尔 柴奇尔夫人获选为英国首相那天 正是我父亲的生日 他从富莱堡发了这封电报给他 谢谢你给我最好的八十大寿礼物 今天之后 柴奇尔夫人从唐宁街十号回信给他 亲爱的海耶克教授 我觉得很荣幸 这几年来从您身上学到许多 我发誓我们一定要成功 如果我们真能办到 您将会是功不可落 马格丽特柴奇尔尽上 有人说他刺耳难忍 但意志坚定的柴奇尔 即将彻底改造英国经济 柴奇尔尽上 血减政府支出 血减对企业的补贴 随之而来的是 数以千计的倒闭案和高失业率 许多人认为他是铁石心肠 英国人很少这样意见分歧 柴奇尔尔夫人丝毫不理会 传统凯因斯派经济学者的建言 他们建议他用政府的钱 输解人民的痛苦 英国的情势剑拔弩张 美国则已陷入枪林弹野 整个美国死气沉沉的 卡特总统谈到了国家的隐忧 以及人民信心低落的问题 伊朗的革命引发了二次石油危机 美国人更被德黑兰扣为人质 政府虽然已开始放宽管制 风货膨胀率仍上升至历史新高 卡特采用凯因斯模式 试图以增加支出来挣脱困境 却丝毫不见效 卡特总统或许是执行凯因斯学说 最彻底的一个人 但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卡特的竞争对手是共和党的雷根 雷根对经济的看法和柴奇尔一模一样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他一直大力反对凯因斯派的险学 巡洋海耶克和弗里曼自由市场和自由的理念 美国民众选择了变革 雷根成了美国总统 情况是这样的 降低通膨唯一的方法就是紧锁通货 除了战时性的衰退 便无办法 当然了 谁希望紧去衰退呢 不过我现在还记得雷根的名言 他说 现在不做 更待何时 我们不做 谁来做 失业率飙高到百分之十 在这之前 没有人意料到情况会这么棘手 全美的工商重镇 没有人能信任 利息吃掉了所有的利润 维持营运变得非常困难 利率在一九八零年代飙高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那段日子很有意思 我还记得情况越来越恶化 手头的现金越来越紧 债权人呢会强迫债务人卖东西 拿现金来 要不然就送法院清算 那是个似乎不可能跳脱的黑洞 一九七九年八月的时候 如果你跟我说 基本利率可能会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我可能会爬进洞里躲起来 我猜我会爬进洞里嚎啕大哭 不过我们也熬过来了 整个过程历时三年 这三年间名愿越积越深 对几百万美国人来说 非常艰苦的三个年头 但是到了一九八年 通过膨胀的怪兽死了 1980年代就有个极大的变化 它一直维持到现在 那就是通膨必为恶 这样的成见 央行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防范通膨发生 这和五零六零年代的环境 截然不同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让我们欢迎美国总统 雷根和佛科带领美国经济 走上全新的道路 举止称雷根的政策为雷根经济学 它包含了四个关键要素 首先是稳定的货币 其次是取消管制 第三是降低税率 第四则是缩减政府支出 现在听起来很老套 可是在雷根当选的时候 对手却将它污名化 说它是激进的极端分子 雷根实施史上最大幅的减税 结果导致巨额的赤字 但经济却开始稳定成长 我完全相信 雷根的种种措施 包括减税和取消管制 释放了自由市场 最根本的建设性力量 从1983年开始 经济便全面起飞 英国的远征军飘扬过海 来到南太平洋上 在此之前 阿根廷占领了 殷属福克兰群岛 凯奇尔夫人不惜一战 始言夺回群岛的宗主权 战前 他的民调跌到了谷底 福克兰战役告捷 让柴奇尔夫人得以保住政权 福克兰战争救了他 这场战争延长了他的执政生涯 让他持续才刚推动 还没见到成效的政策 他决定开战 确实是谷主一旨 结果却大获全胜 他在保守党的地位 当然也立刻水涨船高 在国内和国际间的声望 也是扶摇直上 福克兰战争 让他有充分的政治感情 为英国的经济命脉放上一波 其影响的层面 遍及全球 1945年时 亚特利的工党政府 便将所谓经济制高点 划归国营 核心产业全都收归国有 这类国营产业 就是柴奇尔等人改革的首要目标 台积尔打算切断他们 依赖政府补贴的恶习 让他们接受市场的考验 国营企业溃不成军 亏损累累 他们大幅调高售价 但还是没有利润 整个国家 纳税人的钱都快赔光了 客户还是不满意 矿工和矿工工会 成了柴奇尔最大的挑战 矿工象征着英国社会主义 最后的堡垒 全球经济体系当中 趋值可守的重大政经事件之一 就是柴奇尔政权与矿工正面的冲突 英国75%的矿厂都处于亏损状态 每年政府得补贴30亿美元 矿厂才能维持运作 但这类统计数字 在肯卡斯蒂看来毫无意义 这位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 也是矿工工会领袖 比方他们会说 美国矿坑出产的煤 就是比这儿生产的煤要便宜 卡斯蒂坚决主张 政府的补贴是钱花在刀口上 因为它让18万的矿工不至于失业 能够养家活口 矿工们总是这么说 有了这些补贴 我永远会有工作 这市场持续多年的恶性角力 双方都很清楚 十年前习司的保守党政府 就是被矿工拉下台的 这位领导全国矿工工会的 狂热马克思信徒说 除非矿源已尽 否则不准关闭矿场 我们根据第41号法规 宣布正式进行罢工 眼前的问题非常清楚 他们要么接受政府和矿物局的政策 这一来会有七万人失业 要么就像个男子汉自立自强 像捍卫工作权一样 捍卫他们的矿井和尊严 在矿坑外的非法示威行动 引爆了与警方的暴力冲突 矿工和他们的家园 所抱持的价值观 我想柴切夫人是不会了解的 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 这两个常常是一体的两面 八宫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工会内部分裂 加上许多人希望重返工作岗位 罢工才告结束 就政治的层面而言 影响最深的当属中党 他们自始至终都反对 柴切尔的自由市场政策 我跨入政坛的时候 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矿工社群 从前左派的问题是 他们把公众利益和国有制 国家管制划上等号 所以认定市场 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我们得让全国的民众 乃至于呢 让我们自己了解的是 现在我想全世界的人 也都可以了解 市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柴切尔政权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就是发明所谓的民营化 也就是将国营事业的股票 出售给社会一般民众 一个又一个的 柴切尔政府将英国经济的制高点 标价出售 电力 电化 石油 天然气 煤矿 钢铁 火车 飞机 甚至自来水都卖了 没多久 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 都不再受政府管制 而是卖给了民间企业 谁应该掌控经济的制高点 是政府还是市场呢 至少在英国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柴切尔夫人在英国的所作所为 以及她率先引进的原则 各国纷纷起而仿效 亚洲 拉丁美洲 非洲 甚至连中东国家也多少采纳了 柴切尔夫人和雷根碰巧在同一时间执政 这在各国接受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 和货币政策上是意义非凡的 整个二十世纪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 二十世纪初的主流是小政府 二十世纪中期讲究的是有为的政府 而在二十世纪末 漫入新千禧年的此刻 我们又绕回到二十世纪初 对于推动这一切的海耶克 富丽曼 以及其后的雷根 还有柴切尔 我们必须给予他们公允的评价 往后的十年间 各国政府纷纷撤离经济的制高点 在这场理念之战中 市场机制战胜了政府的管制 海银斯让位给了海耶克 这一切还有待时间来解答 究竟人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 恐怕得经历另一次紧急衰退 或大萧条 甚至战争 才能找到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